好了 已经发到群里面去了 已经把这个案例发到群里面去了 还是和我们的开车停车有关系的 因为在加拿大呢 开车这是一个重要的代步工具 但是开车呢 有的时候就会免不了遇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 一些问题 好 这个文章呢 大家先看一下 简单的看一下 简单的问题 记得这个呢 我们以前也提到过 就是当收到了所谓的罚单 或是告票 就这么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等你回来了呢 这个告票已经给你开到 放在这个车窗前面去了 夹到那个挡风玻璃上了 放在雨刷的下面 你也没看到那个开票的那个人 在什么地方 他也就走了 还有一种办可能性的 你刚回来呢 正好这个人已经开了票了 你有可能跟他理论一下 但是他已经开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来看一下 也是主要是和我们华人有关系 就是发生在华人这个圈子里的事情 内容呢稍微早了一点 是16年的事情 主题呢就等于是违规的停车 违规停车 大家呢最好能够看到他的关键的 关键的词汇 这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他的行为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谢谢大家 好 嗯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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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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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派出去很多的警察 来查这个超盘 不及安全带 或者说是危险驾驶 各种情况 超速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在什么地方 问题不是太大 关键是他 正好碰巧呢 他碰到了那个 给他开这个罚单的这个人了 并且方生 双方发生冲突 这个词有问题 冲突 还有一个呢 期间还有肢体接触 这就更厉害了 更厉害了 所以呢 这个人会被指控为 袭击执法人员罪名 所以这是加拿大的法律了 像我们华人来说 这个哪算袭击啊 是吧 我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不满 表达一下自己的 也不算是抗议吧 是吧 就是这么一种 一种情绪的表达 但是出现了呢 冲突 冲突有可能是口头的 然后这个呢 千万不要有肢体的 这个冲突 我记得这个呢 我们都已经说过 以前也提到过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 给你开告票的这个人呢 他只是一个工具 只是一个执行的 这么一个人员 然后最终 你的这个告票 能不能给你落实 能不能给你定罪 最终呢 是在法官那个地方 是在法院上 好 接着往下看 这个人发现 自己挡风玻璃上 加了一张违规停车的告票 很不高兴 像多伦多这边 一般的这种告票呢 普通如果是停车停的不对呢 也就是三十块钱 也不是多么多了 是吧 其他的可能就会高一些 比如说停到了 这个消火栓那个地方 这个就会停的会高一些 因为他 判罚呢 都是有他的一些规则的 这个时候 有一个女性停车执法官 发门告票 回到警车室 男子走上前去 将告票砸在警车玻璃上 那这个做法是欠考虑的 没有必要砸到他警车的玻璃上 因为这明显是带着情绪的 带着情绪 然后呢 不是这一套 坚持要给他再一张告票 好 坚持再给他一张告票的原因 就是他冲着这个人 带着情绪 有可能呢 会出现一定的 这种潜在的威胁 潜在的威胁 这种情况下 他有推扫的动作 警方呢 还指控说 回到警车后 男方 男子还试图 打开其车门 但因为上锁 没有打开 这个时候打开车门 也是挺可怕的 他可能觉得 对方是一个女警官 他觉得他可能 是不是体力上 或者是这方面占优 但是这样想 或这样去做 都是不应该的 都是不对的 在加拿大这个地方 警方说 随后呢 驾车离开了现场 但数小时之后 向警方自首 好 话也说回来了 他为什么要自首呢 对吧 他既然自首 他肯定要么 他自己突然明白过 什么事情来了 或者说呢 他咨询了律师 或者咨询了 什么人 然后意识到 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么一个 也是发生在 在我们身边的 这么一个简单的 这么一个案子 所以这种事情呢 我们 我的建议还是 大家提前都是要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就是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呢 自己要有一个预判 当你停车的时候 你看看你停车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 是违规停车的地方 有的人就说 哎呀 我就进去办点事 打个紧急灯吧 很快 可能三分钟 五分钟就出来了 对不对呢 这是一种侥幸心理 可能偶尔有一次 你跑进去跑出来 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可能你就觉得 哎呀 我这样做好像是 减着便宜了 是吧 但是 有时候常常就会发生的 就是当你不注意的时候呢 你只要停车 停的不对了呢 那就会发生这种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这种 罚单的这种情况 并且呢 在多伦多的这种市区内呢 因为由于路边的停车位 比较少 它会有一些 私人的停车场 相对来说 私人的停车场 就比市立 就是公立的 就是公家的 这种停车的停车场 收费呢 要贵 要贵 所以我的建议呢 就是你出门之前 不妨先做个功课 先查一查 你去的这个地点 它的附近呢 有没有这种公共停车的地方 通常公共停车呢 有这么几个好处呢 第一个呢 它的价钱比较公道 另外一个呢 它的位置呢 就是管理呢 相对会好一些 空间也会更大一些 但是不管是公立 还是私立呢 它们都通常会贴上一个警告 或者告示 就是说 如果你车里面的私人物品 发生了丢失 停车场呢 是不负法律责任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有那个导航了 像GPS了 或者说你的 有什么手提包了 有什么这一类的 看上去显得比较 值钱的这种物品呢 一定要锁到后备箱里去 或者说你就带走 所以不要 留到这种驾驶 或副驾驶的座位上 这个样子呢 就会 留有这种隐患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客人就说过 他说他车就停在自己家的停车 停车楼里面 通常的这种是地下室是停车场 停在里面 他说第二天呢 就发现他自己的挡风玻璃呢 被打碎了 后来我问他什么原因啊 我说你车里面有什么值钱的吗 他说想了想 原来把一盒烟忘在了副驾驶 副驾驶的那个座位上 后来我就想 哇就因为一盒烟 就把那个玻璃给打破了 看来就是有的时候 这些人的这个素质 还真的是成为了一些 还有的人呢 就是跑到旅游景点 旅游景点呢 有带着包啊 放在副驾驶那 也是离开了没多久 回来 窗泊里就被人抓了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话题了 就是你的 你的贵重的 贵重的物品 一定要带走 或者是 或者是放到货币箱里 不要放在 这种明显的地方 好 大家有没有什么 类似的这种经历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在这交流一下 还是就是开车要注意 当然是首先是注意 人身安全 然后除此之外 像这种就是小事情 就是停车 你要找什么地方 怎么样来注意 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也可以呢 在我们微信群里面留言 也可以呢 在这个Zoom的留言板里面 留言 也可以 都可以的 请不吝点赞 然后还有一个新情况 就是多伦多这个地方 尤其是在市区里面 在有小学这样的路段 建了一些这种人工拍照的这种机器 并且它把时速限制得特别低 才30公里 真的是开得特别特别慢 然后有这个机器它就可以来抓拍 如果任何人不小心开的速度超过了这个 这个机器就会自动第一给它拍下来 第二个呢给它按照这个超速的 这个公里数来给它计算 它的这个罚单的金额 所以这也是目前多伦多这么一个新的情况 不知道在你们蒙特利尔那边 有没有这种类似的 可能多伦多已经建了 并且已经是投入这方面的运行了 所以这也是需要大家来注意的 还有的地方呢 是在这个交通的红绿灯那个地方 有这种 这种拍照的这种设备 一旦闯红灯了呢 罚的金额还蛮高的 会罚到300多 300-400块钱 闯红灯 但是这种呢 只是罚钱 它并不会给你扣分 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扣点 如果你超速超得多 可能扣你三个点 三个分 但是像刚才说的那个照相机那一类的呢 它只是扣你的钱 它并不罚你的份 而它拍下来的呢 主要是拍这个车牌 车牌 所以通常来说在加拿大呢 这个车呢 不管是谁开 它查的是车牌的保险 车牌的这个责任人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哦 刚才有人留言说听不到声音 现在能听到吗 现在 好 这个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呢 一个停车 然后发生了冲突 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有没有类似的这种问题 可以敲一个字 也可以呢 好的 听到了啊 好的 也可以在微信群里发 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留言板里发 都可以的 所以反正就是一个交流嘛 信息交流 就像你们那边 就在你们Montreal那边 停车 有没有路边的停车的车位 应该是有的 或者说你去停车 比如说去商场 去超市 它门前也应该是有停车的位置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尽量就是不要 停到那种私人的 或者说是不让你停车的 这样的位置上去 所以尽量的呢 第一条就是先知道它的规则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避免 避免发生这个情况 好 还有什么问题呢 哦 超速是吧 超速它应该是有规定的 尤其是现在像多伦多这个地方 多伦多呢 已经是从今年是2020年 好像是今年年初 市区 就是Downtown了 它的车速呢 已经降得很低了 降得很低 通常降到了原来是60 现在呢降到了50 降到了50 按照加拿大有一个不成文的这种规矩吧 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你开车呢 如果限速是50的 你开到60 还应算是5K的 警察呢 也会知道 睁之眼 闭之眼的 如果你要是开50的时候呢 开到了70 这样它可以算是10% 这样它就可以算你超速了 并且要开始扣分了 具体的这个分数扣多少呢 我现在记得没这么准确 可以有些内容 其实在网站上呢 能够查得到的 因为前段时间是疫情 所以呢 也停车 问题不太大 超速呢 也有 也没有这么多 但是现在呢 都安省这边 已经叫重开的第三期了 所以呢 警车也出动的多了起来 我经常有些客人 就是提抗议了 我说发生了什么情况啊 他说 我在市区里面开车 旁边的限速呢 是60 我就按照不成文的规矩来了 我开70 我说还可以啊 他说但是过了红绿灯之后呢 没注意 我仍然开70 结果警车就来了 就把我给拦住了 他说你看 这个地段限速是50 他说我没看到啊 那往前一看啊 排都在前面了 在前面的路旁了 所以这个是一种 是我客人的 发生过的情况 就是说 当你在经过红绿灯 进行这个 这个路段的切换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 你原来的那个路段是60 前面还是60 前面有可能就变成50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算是超速了 如果是50了 你开到70 70多一点 他都会扣你三分了 扣你三分 所以这个一定要 就是平时要注意 要注意 还有的客人呢 也发生过这种情况 他说我开的是上坡 上坡之后呢 然后是下坡 他说偏巧这个警察 就在下坡那等着 下坡那个地方的红绿灯 等着 我说怎么回事呢 他说我就是上坡嘛 是吧 稍微踩的 油门大了一点 一旦下坡了呢 这个速度 好像就变成加速度了 自己还没想着去 急着减速 还没急着减速 结果前面那个红绿灯之前 警察出来了 就把他给拦住了 他说你超速了 所以呢 刚才这谈到的是 两个需要注意的这种场景 一个就是在你 红绿灯路段之间转换的时候 要注意 前面是60 下面未必是60 可能就变成50了 先速 还有一个呢 当你开下坡的时候 也要注意 并且现在的警车呢 多伦多这边的警车呢 分两种 一种警车呢 就是带警灯的那种 另外一种警车呢 就是那种 类似于我们说的便衣警察了 就是便衣的警车 而这种警车呢 外观上来看 和普通的车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警车呢 你需要注意 这种警车的特征 是一个是车体比较宽大 一般的用的车型呢 都是福特 福特车型 以那种深色车居多 深蓝色的 或者黑颜色的车居多 它的警灯呢 是在车里面的 车里面 并且呢 这种车的 还有一个特征呢 就是它的车头和车尾呢 都会有那种保险杠 就是防撞的那种 但是你可能有时候 开车的时候也不注意 也不注意 你可能前后一看一下 没有看到警车 就类似于没有看到 穿制服的警察一样 但并不等于是没有事情 像我有一个客人 就是一个女的客人 她说就在自己家的小区里面 有那种stop 就那种停车的那种指示牌 她就到了这个地方 停了一下 点了一下 就接着开 她说 嘿 后面就冒着警车来了 我说 什么原因啊 她说 你看警察说我 在这个停车牌前面 没有 full stop for three seconds 什么意思啊 full stop 就是彻底的 就是全停 不能说你车到这个地方 点一下子 接着就看 毕竟你全停 就是一定要停下来 文文当当的 停 多长时间 三秒钟 三秒钟 OK 我讲的这些呢 基本都是安省这边的规则了 不知道你们那个 那个魁省那边 有没有那边单列出来的 这个规则 原则上呢 应该是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所以这边呢 尤其是到了高速公路上 高速公路上的限速呢 一般的就是100 100 不成文的规矩呢 就是你开的速度 尽量不要超过120 不要超过120 并且你开车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前后左右 观察一下 所以这就是超速 超速呢 其实超速也 对于这个司机也挺无辜的 因为任何一个车的设计 都能开到 那个表盘上 你看看 都是设计到200多的 但是我们开车 从来没有开到过 那个速度 都是低于那个速度 所以像多伦多 downtown 我刚才说过 像多伦多大学 多伦多大学的校园里面 我有的时候去签证中心 去多伦多总领事馆 去法庭会经过 他那个校园 他那里面的限速 已经延时很低了 限速限制到了 40公里 40公里 但是到了我刚才说的 那个小区 摄拍照的那种 照相机的那个地方 限速就是30公里 所以你要经常开车的时候 你就感受一下吧 30公里是什么样 一个速度 所以你脚底下 稍不注意 你就会超速 所以一定要密切关注 限速的旁边的这个 那个限速盘 假如你拐在一个小区 你没看到限速盘 你就不要想当然的认为 这个小区的限速盘 和我刚才开过来的一样 都是60公里 未必的 所以原本有的时候 就是在衔接的这个地方 还有下坡的地方 是都是需要小心的 那和奎省差不多 对 我曾经也是开车 跑到渥太华 跑到首都 跑到那边去 它旁边 你可能开一段距离 你会看到 旁边有大牌子 大牌子就是说 如果你超速超过了多少 什么150 160超过多少的话 罚款多少 它都给你写在那个上面 但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是高速 高速你只要开到120左右 一般的大家都开走的速度 所以问题 相对问题不是太大 但是还是要安全驾驶 还是要安全 像我跑到安省的北边 它有的时候 你开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多车流 不是不觉得 你就加快速度 但是有时候会看到 马路边有车牌 它会说叫 叫什么呢 飞机的 查超速好像是 飞机的还是卫星的 查超速 就是说 如果你开得快了 它可能会有那种感应 或者是飞机 或者是卫星 能够发现你的速度快 当时我开的也不算太快 也不是很慢 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至少我个人没有遇到过 就被那飞机给你 或者是卫星给你 开出一个罚单来的 这么一个现象 所以现在有一个流行语 叫老司机 老司机就是你既然开车 也要安全 也要注意 也要经验 所以能够 这样就能够尽量地 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一些事情 就是预判了 避免这些事情发生 当然开车出去 开车最主要的还是人身安全 人身安全 像今天我开车下班 赶着回来 给大家伴奖座来 收音机里就听到一个 多伦多这边发生车祸 发生车祸呢 结果司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 撞了人了 停在现场没有走 撞的是什么呢 撞了一个姐弟两个 也没有说足矣 好像名字没 撞死那个小弟弟呢 才三岁 那个小姐姐呢 没说多少岁 但是已经送到医院去了 挺可怕的还是 这个车祸是 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 没有办法 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像还有一个 这两天 一个白人女司机吧 是有非常差的 驾驶记录 酒驾 当时被抓 他被抓的时候还是酒驾 在大约四五年前吧 在多伦多撞死了一个 我们原来北大的一个校友 过马路 也是自行车过马路 具体情况不知道 没看到更详细的介绍 但是就让他给 开车 开车给撞死了 后来结果是判到 关到监狱里 结果轻判 就给放出来了 然后现在这是 又是酒驾 被别人发现了 警察拦住他的时候呢 车上有六个那种 空的那种啤酒罐 然后就给他 又抓起来了 但抓起来之后 又现在是轻判 所以很多人 看到这个报道 都很生气 就是这种又有案底 又有酒驾 不良记录 这种人 就应该重判的 所以这也是 加拿大法律的一个特征吧 好像都是 都是轻判了 都是轻判了 所以呢 这个 开车上路呢 你自己开车 注意安全非常重要 但是在开车的 司机当中呢 也有一些这种 马路杀手了 非常不注意的 非常的 开车是不小心的 所以 所以我可能 这个是题外的话了 就是当你学驾照的时候 当时司机或者是教练 都会给大家提醒 就是当你上高速的时候呢 尽量留出一个 给自己有利的 叫做求生的 一个出口 就是说你开车的时候 不要开到 前面有车 后面有车 左面有车 右面有车 一旦发生意外 你转方向盘 你都没有逃生的这种机会 你可能别的车撞过来 尤其是到了冬天 到了冬天下雪 下雪的时候有结冰的那种路面 就是非常可怕的事 普通还可以了 普通现在开车 路至少有摩擦力 保持车距 保持这个车速 车速 我们也都经常遇到过 比如说你开车 前面一个车速特别慢 慢的都比那规定的速度都慢 你可能就想超车了 超车超过去 一看 哎呀 一个老头 白头发的老头 白头发的老太太 那真的是年龄很大了 年龄大了就意味着什么呢 它的判断力 判断力 所以你开的时候 如果是高速 那你要给你往前流出 有三秒 五秒 能够刹车的这么一个距离 不要跟得太近 跟得太近 有的时候就追尾 发生这种问题 那如果你要是到了下雪天 那更要保持很长的一个 一个刹车距离 并且你刹车还要 要点刹 不知道这个你们学 开车的时候 或者是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 踩刹车的时候 不是一踩到底 就是踩一下 踩一下 轻踩 踩到中间就停 就要点刹 就踩一下 松一下 踩一下 松一下 让车慢慢慢慢的 把速度降下来 如果你是急着 一下子踩下去呢 有可能车就会出现掉头 打转 这种情况 就出现失控 出现失控 所以这个也不是 我们希望能够发生的 所以 既然提到车 就是安全 安全第一了 至于像刚才说到那种 什么告票了 罚单了 是吧 剩下的就是怎么样 避免 避免发生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的都是要大家来 自己来体会的 而交通告票这个呢 是和你的工作了 和你的学历了 和你的族裔了 是吧 没什么关系 都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对我们来说 多了解一点法律 法规 没有任何的坏处 同样都是司机 当你在不同的社区 不同的驾驶环境 你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 然后能顺利的到达目的地 然后同时呢 怎么样来预防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 这种潜在的这种 这种危险 都是应该是注意的 包括我有一些客人 拿着中国的驾照就来了 说我要 对 在安省这边考驾照呢 有这么一个规定 就是你拿着中国的驾照 还有中国的车管证明 来了之后呢 就可以 直接去考安省的 那叫什么 G1 G1 就可以去考彼士 就可以去考录士 比如说他承认你的 驾铃 承认你的驾铃 可以呢 少等一年的 这个等待时间 安省的驾照呢 是全科的驾照 是G牌 叫G牌 ABCDEFG的那个G G牌 我当时因为从美国就考了 考了之后呢 我就拿着美国的驾照 就过来了 然后是跑到安省那去 我说申请这边的驾照 他一看 我是美国的驾照 并且是驾铃 都超过两年以上 当时其实是两年 都五年 超过这个了 他就二话不说 就直接就给我换了 拿美国驾照 换的这边的驾照 但是中国的驾照呢 应该是还不行 不能够直接 不能够直接换 因为我在美国的驾驶记录 我在那边的 他只要一查 他都能够查得到的 所以很多的 很多的事应该也都是相通的 这都是相通的 所以我看看 加拿大的驾照 都是永久的 一旦拿到了 都可以开 驾照应该使用 就是你一旦考到的G牌 像安省就是G牌 G牌就是全科的 全科的就是 它是有限制的 就是普通的轿车 你都可以开 普通的轿车 但是如果你要是开那种 大卡车 货车 就不行了 那种是有专门的 要求的 就拉那种集装箱 就像我身边有的客人 有的朋友 他说哎呀 不好找工作呀 我这个技术也 英语没这么好 就考个那种 大货车的驾照吧 跑跑运输 但他那个就是单独的了 就是考另外的 另外的驾照了 并且驾照 像安省这个驾照呢 应该算是永久 但是呢 没有五年 就要更新一次 就要renew一次 如果你不在本地 超过了呢 你这驾照就会失效了 一旦拿到了 至少在加拿大 都可以开 没有问题 并且我们曾经到 到了从美国 到了加拿大之后 换了加拿大的驾照 我们又跑到美国去玩 比如说坐飞机 你到佛罗里达了 然后你可以从 当地的租车行 可以租车 你就用你的 加拿大的驾照去租车 没有问题 那边有enterprise 有budget 都可以租到一些轿车 比如说自驾游啊 或者是都是可以的 那个并不是说 我跑到美国 必须要再换成 美国的驾照 没必要 没有必要 所以呢 这就是加拿大 和美国的好处 它的驾照呢 两边都是承认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 你进了美国之后 你会发现 美国旁边的几个限速 限速呢 是mile 是mile 是英里 一旦开进加拿大了呢 突然这个数字就变了 就变成100了 100到 加拿大是kilometer 用的是公里 加拿大用的是公里 所以你的这个 开车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你的表盘 加拿大产的车 表盘的外面一圈是公里 里面一圈呢 是英里 是mile 是吧 我在美国买的车呢 外面一圈就是mile 里面一圈呢 它是kilometer 所以你不用管它 你只要是按照你自己的 开车习惯 或者说你来了呢 你就用你的 加拿大的 限速100 你就给它100 和110以内 如果是高速公路 不会有的是 多伦多市区 现在限到90 所以你就 多开一点 隋大六 应该是OK的 应该是OK的 还有一个是很厉害的 这边的驾照呢 都是当做一个photo ID 这和中国不一样 中国都是一套就是 身份证 身份证 这边没有什么身份证的概念 这边就是驾照 一套就是驾照 并且驾照呢 并且加拿大呢 没有户口 不像中国似的 哎呀我是北京户口 上海户口 什么广州户 没有户口 这一说 所以你到了一个 搬到一个新地方 你去上学 你去工作 你只要是安顿下来 你就可以把你的驾照更新 换到 换到当地这个省 这个城市的 这个驾照 像我在美国就换过好几个州的驾照 换过纽约的 换过马里兰的 换过弗吉尼亚的 所以美国那边像 像Washington DC 大华盛顿地区 基本上就像 这边的大多伦多一样 大多伦多一样 都是到华盛顿去上班 都到多伦多去上班 但是人呢都住在周边 周边的地方 相对来说 住宅呢就比较 宽松一些 不像这个 华盛顿市区 或者是多伦多市区 住房呢都是高楼 是吧 这方面就 限制 但是美国的华盛顿呢 又不一样了 美国华盛顿因为有 有他的这个政治中心的要求 所以他跟纽约又不是一个分合 中国驾照 我看看 持中国驾照 申请加拿大驾照 需要什么手续 刚才说过了 你要看你呢 你是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是在安大略省呢 你就拿中国驾照过来就行 我们呢就会给你翻译成英文 像有的人呢 还去拿那个车管所证明 证明他的驾驶时间 驾铃比较长 然后呢还没有太多不良记录 这样的情况下呢 像安省 就是通常是先考G2 就是先考比试 然后呢再去考G2 G2呢就等于是旁边 需要坐一个人 有驾照的那种人 他去练车 然后呢通常要去报驾校 到驾校呢 上课 然后就去预约了 预约有的去考G1去了 G1应该就是可以独立开车了 独立开车 但是真正变成全科的驾照呢 上面会显示成为是七盘 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民用的 轿车的这种车型 就可以开了 但是如果你要是搬家 你去租了一个U号 租了一个那个budget那种小货车 你用你的普通的驾照呢 也是可以开的 也是可以开的 并不是说我要开了一个卡车了 我是不是为了这个事 我再去考一个新的驾照 应该是不需要的 所以有中国驾照第一步 就是先要把驾照原件带过来 因为也有一些朋友了 一些客人了 他来了之后呢 他就要买车 因为你没有车呢 你去找工作 你都可能会受限制 好了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在 平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些 看一下 到欧洲南美洲中美洲 这方面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有很多是南美洲的客人 拿南美洲的驾照来 让我们来给他做翻译的 都是要考安省驾照的 这边有巴拿马的驾照 墨西哥的驾照 秘鲁的驾照 那边的蛮多的 我做过蛮多的 可能以前我说过 我是在这边大多伦多地区 华人的 这个法律业务当中 能够是做西班牙语翻译的 应该是不多吧 反正那些客人一个传一个 就都跑到我这边来 就是把他们的西班牙语 因为南美洲 从墨西哥开始往南 除了巴西是葡萄牙语 其余的都是西班牙语 所以他们那边的 好多人都跑到这边来 就说那边治安不好 华人都是做小生意的 开超市的 开便利店的 所以也能挣到钱 但是呢 有的时候就不是太安全 都想跑到这边来 移民到这边来 或者是跑到这边来 我能帮助他做的 至少这个从另一个 反方向角度 就是说 西班牙语的驾照到安省来 是需要做成英语翻译的 所以你可以反推嘛 如果你是一个英语的驾照 跑到这种西班牙语的国家 应该是得到当地的一个认证 这样应该是比较稳妥的 不要想当然 因为我有的客人 就是拿安省的驾照 拿到安省的驾照 回中国去开车 中国是不承认的 说他是无驾照 叫什么 无照驾驶 无照驾驶 但是呢 我这边如果是中国驾照过来 在安大略省这边 我们给他做翻译呢 原则上他可以临时开车 临时开车 比如说他是旅游签证 我就有这样的客人 他是旅游 这都是前几年了 一年来一次 一年来一次 一来了呢 就来找我做驾照 做驾照 他就开 他说我都开不了三个月 我就开他一个月 不到两个月 我就又回去了 那又回去了 所以至少 一定要了解当地的政策 这样才不会出问题 谢谢 谢谢 也可能有别的问题 都没关系 你就留心一下身边的一些事情 身边的一些 法律的报道 或者是案件 无形当中 你的这个见闻 这个知识就增加了 所以这个特点就是 加拿大这边的律师呢 是没有免费普法的义务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能免费 所以很多的东西你要 自己留心 一些法律的报道 一些事例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借鉴 经常发生的呢 就比如现在 开车是一个问题 还有那个房东房客 出现了纠纷 房东房客 还有借钱 朋友至今借钱做生意 还有像我昨天一个客人 拿着法庭的那个 保释的那个文件 我一看 我说 有 是不是打911了 他说是 把那个男的给控罪了 不让他接触老婆孩子 不让回家 我说现在什么情况 他说现在我在 办离婚了 现在办离婚了 反正这就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话题 因为我是做这个 这一类业务 是吧 民事这一类 也接触到很多的 家庭方面的 一些 这种 这种 这种纠纷 就像上一次 上一讲 遇到的那种 是吧 报了911了 结果把女的给带走了 这个呢 是把男的是带走了 最终 最终就 出现这个 离婚的这个问题了 如果只是旅游 也要翻一架照 麻烦 那也没有办法 因为语言 它确实是不一样的 确实是不一样 并且你跑到一个 新的地方呢 它的规则 还都不一样 也不知道大家 看电影 注意到没有 像英国和香港 那边车的方向盘 它的方向盘 是在右边的 我们这边的方向盘 都是在左边的 所以你有了 你看电影 你想 怎么会是这样的 看007 看那个 Mr. Bean Mr. Bean 就是美国的 那个 或者英国的 那个喜剧明星 他的开车 是在右边的 所以他的车道呢 我们是沿着 右边的车道开 结果他是在 车的左边开 所以还真是要习惯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跑到一个 新地方 人生地不熟的 可能还是 不然就别开车了 所以我身边 接触的最多的 就是从中国过来的 拿着中国驾照 所以不光是 中国的驾照 包括中国的结婚证 中国的毕业证 中国的身份证 还有中国的那种 叫专业资格证明 还有的 中国的护士证 教师证 计算机证 反正各种证吧 无犯罪记录证明 反正各种的 其实你跑到加拿大来 其实最常用的 就是一个英语 英语或者法语翻译 符合他的 政府的要求 就可以了 自动驾驶 好像现在还没有 其实前段时间 我关注过那个Tesla 关注过Tesla 就是那个叫电车 电车 电动车 电动车呢 中间有一个功能 就叫自动驾驶 但是看了一下报道 看了一下报道呢 这就说 未来的如果是 5G时代的话呢 自动驾驶 会成为可能 而现在呢 Tesla的这个电车 的自动驾驶技术 还不是这么成熟 因为你自动驾驶的 这个指令操作呢 它会是把数据 传送到云端 然后从云端 再返航回来 当你就只说 不用人工 自动打方向盘了 它就给你换道 给你驾驶 但这个之间的误差呢 到目前为止 仍然有一秒钟的停顿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 你想换车道 如果中间有一秒钟的停顿 都有可能发生车祸的 所以这个Tesla的 这个自动驾驶换道 这个功能现在 有但是不提倡 就如果你开奔驰 你可能你会注意到 奔驰车的 车灯旁边有个闪灯 当你开车 你旁边有一个 和你哪怕错了个 半辆车的这种车的时候 它都会闪 告诉你你是不能够 不能够转方向盘的 不能够换道 不能够换道 所以这个自动驾驶 现在 还合法 不合法 应该现在还没提升到 这种状态 好像这个车 普通大家开的车 还都是传统的这种车 又一个问题了 我们快结束了 一个问题 在加拿大哪领结婚证 这个话题又比较 我现在有好几个人催着 我要办结婚 我这边也是结婚的 离婚的 各种情况 也是以安省为例吧 安省的结婚呢 两种情况 一种它一直就是单身 一直就是单身呢 一般就是到city hall 市政厅 还有一种呢 就是在中国离过婚的 在中国离过婚的呢 在加拿大要经过我们 经过律师 来办叫一个再婚律师信 再婚律师信 就等于说我们律师来评估 这个人呢 在中国的离婚呢 也符合加拿大的法律 这样的话呢 这个人就不需要 在加拿大 再离一遍婚了 不能说 我就像那个中国驾照似的 是吧 我在中国有驾照了 我到加拿大 我就直接开车了 行不行 不行 所以你必须在加拿大 上驾校 学习 这边的交规 再考一遍驾照 就算是认可了 毕竟中国和加拿大 中国和美国 语言 文化 法规 差距太大 不像我当年 我从美国过来 我拿着美国驾照 直接就换了 我拿美国文凭过来 他都认了 他不会说 你美国文凭 我不认 你必须在考我加拿大的文凭 不会的 所以这个 话题太多了 这个我们可以留着下次讲吧 加拿大领结婚证 离婚 结婚 再婚 都是一些规定了 都是一些规定 和大家在交流 可以当做下次的话题 到七点了 我们今天先到这吧 同时大家呢 也都积累一下 关注一下 你身边的一些问题 法律问题 法规问题 所以怎么样 先当一个知法的 我们都守法了 肯定都守法了 怎么能当一个知法 好公民 所以要增加我们的法律的知识 常识 常识 好了 今天先到这了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 好的 不客气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好 现在这个 今天最后一场是八点钟 八点到九点 那个中文十字 这个大家感兴趣了 八点到九点 八点到九点 这个八点钟 继续上这个注目 上那个中文十字课 八点到九点